这是什么香港女明星在化妆间和她的御用造型时 一个地方 边上的刺激 边上的刺激气 气得很突超 甚至不算把激光 所以就叫剃 剃就这样子 又剃 咋掉 笑得笑得笑 对 他就是我们自己人去吓补 对 到后面他已经讲到漫画了 个庄敬屿 乱紅高手还有乔乔和气贸枪 这些在主主里面都有出现过那些发生 对吧 还有现在看到的那个海贝华里面 也有一些人物是食品和妈都是饭 有些像食品的感觉 哦 油股像吃的东西的味道 清凉的 对 好的 接下来这些是小样 这些都是小样 大家可以自己打开门一下 然后这个是荷兰猪的 我还没用过 就买了一个大的 所以我其实是一样的 是的 好的 那可以先看一下那些 然后我再给大家讲 蓝椒 蓝椒肉 还可以其实好有质感 蓝椒肉 蜂蜜味 蜂蜜味 蜂味定型一般有标准 来自麦哥的精致 细致 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有鼎鼎大名的 对 大骷髅 然后给大家传说一点 有一个很冷的一个冷知识 然后就只有我自己知道 好冷啊 这个店 它的中国的工厂在广东 然后它生产这个广东这个店的 这家店的工厂的法人 大家猜一下 是一个名字 很出名的名字 水树油桃 哪个最有 香港的 香港的 老员 对 四大天王之间 哦 它是缩小的 哦 就是刘德华开的补厂 生产 哇 这个真的是只有我知道 为什么 是因为 那天我去查 我做了 就改正版的 然后查了之后 法人是刘德华 而且刘德华 其实以前 最早 它其实是一个立法师 所以她的头发都 剪刀手刘德华 所以 吓死了 哈哈哈哈 还是拉 吓死了 吓死了 刘德华 刘德华 是可以把你的头发 调高很软松的 但实际上我经常用不到 我经常用不到 我都是 要调的时候 直接存位置调好 不会单独这么轻松的调一下 只有理发师 才会到这个学区 用这些 接下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小利器 就是这个 小铁锁 看过我的视频 你们都不知道 这个铁锁用的干嘛 嗯 就是铁锁就是 把饭油 滑出来 然后加热 高温加热 然后拿个鞋 嘿嘿 摸不了了 摸不了了 然后加这么多 接下来我刚才 实际给大家看 好 今天就是做个大风机 一个光圈 好的 首先第一步 准备好自己的东西 梳子 把自己的划线 就是你看 你要从哪儿 开始两边分剃的时候 你先把这个划线梳好 就挺压熟的 注意熟的时候 不要这样压它 要压它 为什么 因为你压它 这划线梳就点上去了 2000年之后 哦 哦 哦 试一下吗 好的 你这发现 你要怎么分 您看这分吧 这是无所谐 但是有些筋 有点像是用划 有点疼松的 好 我就洗下手 好 你先修一下 我自己先修一下 阿妩 上手吧 是上手 你的爪子呢 你我还喜欢更中间一点吧 别了吧 别了吧 是这样吗 你这在修发吗 我不讲 哈哈哈 是因为太长了吗 对 因为你要拉时间太多 就感觉就是 拉再拉过去的话 就 它就 它就会被拉扁掉 嗯嗯 然后转起来也可以 对我就捡起来 不好啊 记性啊 哈哈哈 算了 误解了吧 误解 这是什么 香港女明星 在化妆间和她的 御用造型是 对 就是 这里 嗯 然后 可以可以 差不多 我觉得可以 嗯 好 可以 嗯 嗯 好 哦 后台后台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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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哈 好了 可以了 嗯 做做一点 做一点 好 女女明星 最后一道 公司 我今天就吃了 那个架子是吧 快点女明星 往后面一靠 往往 往椅子后面靠一靠 公爵 是 那个 老师可以 check一下 的schedule吗 不行 今天全满了 真的吗 在你们老板里 跟话谈 好可惜哦 OK 嗯 不错 平时没有 噴过这么多的发酱 来带上我们的 百分打不会动啊 是吧 真的吗 今天晚上 就看看你的手艺如何 我们今天跳 跳完 可以吧 跳滑子舞 你头发 我们 所有人 你们最多的 可以了吗 我猜你手的边缘 肯定很 一般你都 一般你都 一般你一样 对 雷头 鱼儿啊 我觉得这不错心 嗯 转个曲音 可以可以 a few moments later show time 下一个 期待 大家 帅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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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